旧金山湾区台湾商会于9月28号上午 透过Community Ambassador Program for Seniors CAPS捐赠了3万个台湾生产的外科等级口罩 给东湾Fremont,Union City和Newark 也就是俗称的Tri-City三联式的 15个涵盖多种族裔的老人中心与工艺团体 我们跟北美台湾商会有 总共有募了100多万美金 然后买了1000万个口罩 然后我们商会 我们旧议山台湾商会有分到50万个口罩 从3月开始我们就一直跟办事处跟处长 分发这些口罩给各个不同的城市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机会 能够跟我们Fremont的市长Lily May 还有我们商会的顾问王杰宇市议员合作 有些方面支持台湾的Taiwan Can Help 这个Campaign的首个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CAP就是Community Ambassador Program for Senior 是由Fremont市政府 他透过一个基金的运作 然后召集了Tri-City三联式的居民 来组成一个团体 那这个团体主要服务的对象 就是针对新移民或者是长者超过55岁的人 在华人社区里头有一个代表的单位 就是Taiwanese Community Health Association 台湾社区协助会 今天非常高兴由旧新山万岐台湾商会 能够提供这个口罩给Tri-City 这个整个三联式广大的社区服务团体 台湾民间的力量是非常充沛的 所以这次我来到湾区之后 我就很希望能够结合我们侨团的软实力 一起来帮台湾做外交 那其中捐赠口罩就是一项非常明显的一个 我们做这个外交的一个方式 那这一次我们总共跟台湾商会合作 大概捐了差不多有超过100万个口罩 给北加州 犹他州以及内华达州的地区 那这个可以是我们台湾最近一个非常有利 我们国家提高我们台湾声望的一个口罩外交 我们真的很感谢台湾区协助会 我们终于我们的共同感言 我们想要人们的区域 我们在这个时间地 在这个时间期间 有什么暗号的 暗号的暗号的暗号 暗号的暗号 我们很明显的暗号 我们终于我们有很多人们 因为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 我们的幸福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今次服务 我们在这边 我们希望能够 我们可以赴兴 我们在这边 健康、健康、健康 早點回到健康的生活